体育中心林伟番报导传出云豹给魔兽年薪高 9300万 让外界好奇云豹对背后金主是什么宫 图记者邱荣及摄影T一直蓝桃源云豹 邀得NBA巨星魔 霍华得Dwightower的来台 震撼台湾蓝坛 球队10日全面开卖11月12 共4场主场门票 10分钟内6万张门票全数授庆 出云豹对给魔兽的年薪高达300万美元 约台币9300万元 创台湾职业运动扬江最高薪 让外界不尽 奇云豹对背后金主云豹能源是什么公司 传出 报给魔兽年薪高达9300万 让外界好奇云豹对后金主是什么公司 图翻设自桃源云豹脸书经 桃源云豹的云诺运动文教 资本额仅7000万元 若获得0-300万美元年薪 已超过整家公司股本 不过求对最大股东为云豹能源 根据104人力银行介绍 豹能源成立于2016年 为从事再生能源电厂开发 淘设置 维运管理等三大主周业务 近年云豹能源银版图加入风力发电 储能 升智能发电 水资源 电平台等新投资项目 同时将永续能源列为和理念 持续开拓绿电 除此之外 云豹能源因深耕 洋能产业多年 累计开发持有的装置量于300MW 在国太阳能暗场投资建制 多次创下记录 树立指标 案场 例如台南北门鱼电共生案 创下全台最大 电共生计划案 Google购买亚洲第一度绿电之发电厂 等是具有代表性的两大记录 1111人力银行经举行 福企业颁奖典礼 云豹能源首度参加就获奖图 豹能源提供此外 1111人力银行今日举行 幸福企业奖典礼 云豹能源今年首度荣获幸福企业科技 发类金奖荣誉 同时也是国内第一家能源企业奖 由云豹能源总经理赵舒敏代表出席受奖 赵敏透露 加入云豹大家庭可享有令人称献的福 云豹能源大方提供旗下桃源永丰云豹直篮队 场赛是门票给员工 让员工不用抢票就能一度NBA 新魔兽的球场英姿 这样独有的福利献杀许多迷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